这现在是这样子 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今天要看到我信赖的医生 医病关系其实我们常在讲说 医病关系很难建立了 就像刚刚这个民生医院的 这个公关人员讲说 我们已经很难建立医病关系 你今天在限挂 其实每一个病人去求诊的时候 被限挂 其实心里头是很伤心的 而且也很挫折也很生气 然后比如说以前来说 台大医院曾经还卖过黄牛挂号 为什么会有黄牛挂号 就是有人 清晨四点去帮你挂号 再把这个号码卖给你 然后这个黄牛挂号被大家检举 后来就不能有黄牛挂号 为什么大家要去做 宁愿去买这个黄牛挂号呢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想去看这个所谓的民医 他们认为说只有他 可以把我的疾病治好 其实这个身体的健康的可贵 是在于我知道说我要去找谁 然后我信赖他 因为我觉得信赖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 如果你完全不信任他 你觉得这个医生讲话怪怪 我就是觉得 他跟我说的 跟我自己的同样 不同样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他会不会给我开错药 或者是他会给我看错诊 他产生怀疑的时候 其实这样的医疗是会不完整的 所以我觉得 当你想要去找一个医生的时候 表示你信赖他 而且医生是做口碑的 他觉得是绝对是做口碑 刚刚这个吴医师也提到说 这个民生医院的吴医师已经是好几年都是这个样子 他不是说只有今年或者只有一天突然间爆量 而是好几年都是这个样子 表示说他这个人 他这位医师我虽然没有看过他 可是我觉得这个医生一定是很多人很信赖他 而且是口碑牌的 你知道因为大家今天治好了 今天我们怎么选择好医生 口碑很重要 今天我如果得到什么样的状况 我去问谁同样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那那个人说你去找谁是谁 他好我好他上次我多严重他把我治好 这个病人马上想说 这个我的朋友都被治好了 一定立刻跑去找这个医生 那其实这个是口耳相传的 是啊毕竟求医不是一个买一个商品 买一些衣服这么简单的事情 当然你要找你能信赖的医生 不过我们看到就是说 1.4分钟到3.7分钟 这样的一个看病速度 大家就会想说 这样子到底他的品质有没有顾虑到 那西华你们看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看诊记录一再被创造出来 你觉得这背后隐藏的是什么问题 事实上民众对看医生这件事情 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才会说谁告诉我哪个医生好 我就去看哪一个医生 那我们其实刚刚嘉莉讲说 那个黄牛挂号其实到现在还有 我们知道今年都还接到投诉 他不是黄牛挂号 他是这个病人必须 南北医学中心都有 他半夜两三点钟 他就要带睡袋去排队 去排队 然后他觉得说 你知道我们那个清洁人员 是24小时轮班的 所以很多这个清洁人员 就有些人就去委托那个清洁人员 把他抽挂号 那为什么会知道呢 是因为这个病人奇怪 他这个6点去排排不到 5点去排排不到 改4点去排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回事的 就是那个清洁人员 帮忙抽挂号的那个顺序 然后他就去 又花一点钱请他帮忙挂号 才把这个事情再传开来 所以其实显露出息的病人 对我们看医生这件事情 他没有信心 所以他只好不停的问 那事实上这个是 刚刚讲骨科无医师的这个统计 我之前的工作曾经做一个调查 我们问精神病人 他希望精神科医师 给他看多少分钟的门诊 我们调查500位 出来的结果是5.4分钟 连精神科病人 对精神科医师的期待 也只有5.4分钟 那我想不是医师不愿意看 而是这个整个医疗制度 包括某一些医院里面 他事实上也喜欢这样子的民医现象 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新闻 变成广告化 也很多的这个医疗院所 一部分的医疗院所或医师 他可能一段时间 他有一个新闻 把他自己塑造成说 这类的疾病非他不行 或者是说 这个这类的疾病非这家医院不行 所以他就会造成一种风潮效应 或者是说某一类的检查 像比如说我们前阵子有一个镇药 在某个医院检查出什么肿瘤几公分 零点几公分 隔没多久另外一家医学中心 就是说他们推出来这种仪器 可以检查出更小的肿瘤 所以他就开始排队排到隔年了 所以他事实上这种资讯的传递 就是因为民众他没有信心 第二个他不知道资讯的来源 像我们觉得像刚刚这个 我们主任讲的 他一个医生愿意花那么多的 这个时间看病 我们都说好医生 就是愿意花时间 然后他也愿意能够跟病人 就是互动良好 其实都是 不一定是我们在电视上媒体看到的 或者是说这个大家觉得说 要挂号三四百号的那些才会把你的病看好 可是病人还是不会有信心 你说到民意现象 那如果所谓的创造民意现象 就是中间获利的是哪几个方面呢 我要说其实医生非常的辛苦 我还认识一个中医师 他是早上看到半夜这个两点 他自己的脚都坏了 因为他像刚刚我们吴医师讲 他就是没有办法站起来或是不忍心 像病人是从大老远地方来 他觉得他去吃个饭 然后病人在诊间等 那要等到很晚 所以他不忍心 他自己的这个 他自己说他下半身的这个腹腔 还有腿都已经就是已经都不能够走了 那其实为什么要这样 有某些 我要说很多的人 他其实不是因为站在获利这个观点来的 因为刚刚讲 健保他也是地检室的这个给付 所以很多医生因为在医院这样子 或者是很多医师 也被赋予他要看这么多的病人 医院希望他接这么多的病人 医院的名声也会好 那很多的医生就离开了这个岗位 有一家医学中心 就是因为医生的loading这么大 所以他们医生的流动率就非常的高 所以我想有些情况下 不是医师在看病 那我其实这次去 我刚好去美国考察这个医疗一个月 我就发现他们其实规定的很严格 医师要看多也没办法 就像刚刚我们那个主任讲的 就是他们规定病人一个人 至少要看15分钟 不管是对 最少的时间 最少时间 我去看了大概十家医院 有从基层到医学中心 从公立到私立 他们规定的 所以他们是由管理部门在control 这个医师的这个门诊量 他考虑两个观点 一个是病人他进来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给他那么多的时间 事实上很容易误诊 因为很多疾病的症状 其实在初期是很类似 第二他们考虑到医师 自己本身的身体健康 就是他看那么久 我在想 你看到不管是不是有三个租院医师 刚刚才讲到帮吴医师的吗 是他看那么久 这个体力上面 视力上面 或是我们身体的负荷量 身心压力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重点是病人不明白 因为他在外面也等十小时 病人不明白说 你有什么给我看 三分钟就处理我等十小时 他不明白说 医师虽然想要给你多一点 他也没办法 第二个他也不明白说 你只看到医生三分钟 他得到救赎你知道吗 就是说如果来看 比如说我有运动伤害 我去看 不准 给我看三分钟 我那种心理的效应 是比我生理得到大 我觉得我看到他 就好像看到神明来一样 或是看到什么样 他就给我一种救赎的感觉 我觉得说一亏也要我放心 总比我去看另外一个医生 我老是一天到晚怀疑 吃这个药不会好 看那个检查不会好 他只是想赚我的钱 信任 对那种心理的效应 其实大于医术的效应 但我不是说民意医术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他得到的附加价值 是不一样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吴医师 如果说像西华刚刚所说的 我们规定说每一个病人进来 至少都要看15分钟 其实这个病一进来 从他走的时候 我一看他如果是腰的问题 或是脚的问题 一看大概已经拆了差不多了 或者是肩膀 我看他动一动 我大概就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所以你说要跟他 一定要耗个15分钟 我觉得这根本是不需要 所以会看的一看就看到了 你不会看的 看了10个医生20个 因为我手上就是转了很多病人过来 一问我就知道是什么问题 但是都没有处理 结果一下就 这个诊断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没有经验 其实对一个医生来讲 这个是最重要的 跟时间的长短并没有太大 没有关系 但是您说到这是骨科 刚刚那个主任你也提到 就是说其实在内科的部分 确实是需要慢慢去问的 这是初诊的部分 不过台湾遇到的一个 内科大的问题 是台湾正在出现一个老化的现象 所以慢性病 正在长期化着拿药 所以早年的时候 其实在老宝时代 有一个制度就是药诊 他病人呢 就是来拿个药就离开 但是因为这个 跟医学伦理上有点冲突 因为你只拿它离开 没有就诊 这些违反基本上 医师要亲自诊识病人 才能够给予药物的原则 所以病人一定要看完整才能拿药 所以早年其实有一个机制 在处理这样所谓的 你只要拿药离开的一个情形 那就可以让比较多的医师 可以有充分的时间 做内科的诊断 但这个制度后来 跟医学伦理上面 有一些相违背 因为基本上要看到病人 你才能给药 你要根据病人当天状况 来判断情形嘛 所以这个就会产生说 他其实有机制解决 但是机制后来又不合体制 所以被废掉 是我们谈到就是说 怎么样有一个医疗品质 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核心 他们就所谓的一个 这个暗值记筹 那他限量就是一个医生 他最多就看20个好了 那他就说这个 其实看诊能力 医师他是需要三倍 但是他觉得这个品质 真的有提升了